从2017胡润全球富豪榜的排名中得出 微软的创办者的比尔·盖茨以财富值为842.6亿美元 位居全球富豪榜的帮手 成为2017年的全球首富 而股神巴菲特则以812.5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第二 而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财富值为749.3亿美元 在全球富豪榜中位于第三名 2018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 还在全球富豪榜前三名的依然是往年的那三位 不过位置却发生了变化 杰夫贝佐斯以身家高达7750亿元 首次荣登全球首富宝座 他的财富值与往年相比增加了2770亿元 相应增长了11% 排在第二名的仍然是古神沃伦巴菲特 财富值为6450亿元 身家比去年增加了1050亿元 而排在第三名的则是去年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 身家为5700亿元 财富值增长了11% 从全球富豪排行榜前十的名单中 富豪集中分布在美国 其中有七位富豪是来自美国的 其余三位富豪分别来自法国 西班牙和墨西哥 除了以上所及 引人注目的还有排名第五财富值变化超越三位数 有着世界奢侈品之父支撑的伯纳德·阿诺斯 杰夫·贝佐斯·佐伊和比尔·盖茨 都以就近七年的全球首富而言 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的卡洛斯斯利姆 上年增长了37人 富豪居住数为80人的香港排在大中华地区的第二名 与往年相比 在人数方面增加了9人 第三名是深圳 富豪居住数为78 比去年增加了16人 其余还在后面的城市 依次是上海 杭州 广州 台北 博山 成都 宁波 重庆 天津 南京 苏州 福州 东莞 绍兴 厦门 嘉兴 泉州 武汉 烟台 在2018年全球富豪的行业分布中 科技 传媒和电信行业 所占的比例最高 第二是房地产行业 第三是制造业 其余一次是投资业 零售业 食品饮料行业 金融服务业 能源业 医药行业 以及金属和矿产行业 点击了解更多 就有机会获取精美大礼包或者优酷 爱奇艺 腾讯会员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请不吝点赞